欢迎收看美洲300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个星期车产所发生的大小事情 第一则新闻 Toyota Malaysia 确认未来所有新车都会有混动版本 下一款车预计是 Innova Zenith Hybrid 目前UMW Toyota 在我国的市场 只有 Corolla Cross 这款车有这个 Hybrid 混合动力的车型 他们表示未来的新车都会引进混动的版本 虽然没有直说 但是我们预计下一款车应该就是 Innova Zenith Hybrid 目前在印尼卖着的 Innova 有两种动力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Dynamic Force Engine 的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混合动力的版本 其中混合动力的版本 综合最大马力有178 HP 媒体实测0-100的加速 只需9.2秒 这样子的动力和加速真的是算是很强劲了 时机会几时才发布上行车 暂时我们就不得而知 但是今年内我们一定很快就可以看到它的啦 第二则新闻 Nissan Armira 小改款终于在泰国发布了 但是这一次除了外观和内饰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外 整体的变动不大 也没有加入这个备受期待的 SEC 主动式定速巡航 反而价格还上涨了一点点 外观上换了全新的水箱护罩设计 变成了横条式的设计 有大量的黑色烤漆和镀铬四条 然后也升级成了17寸的双色轮圈 动力方面也维持一样 没有任何的升级 这款车在泰国的新车售价约是五百五十千态数 换算回来大概就是七万二马币起 其余的车型相比之前也涨了大概一个三千到四千马币以内 而早期在本地的代理已经说明了 他们不会在今年内在大马引进这一次的改款 因此我们相信我们要等到明年才可以在我国看到这一款车了 第三则新闻 广汽传奇引爆将引进我国 预计售价120千起跳 这个广汽传奇引爆 它是一款主打运动的C-Segment sedan 大马应该会引入这个1.5L的turbo引擎 有174HP加270Nm 7秒内破百 本地预计售价约120千 广汽传奇出了宣布 GS3将会以CKD本地组装的方式导入我国售卖以外 同时高僧也确认了 将在我国引进一款Sedan车型 我们相信如果原厂为了要攻抢这个售价更亲民的市场 引爆这款车引进的概率会更大 如果有关注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这款车的厉害之处 非常帅气的外表 强劲的动力 重点是在中国 这款车常常会拿来跟Mercedes A35拿来做对比 却又卖着一个那么亲民的价格 那么如果这款车真的是来到了马来西亚的市场 到时候我相信我们这里的C Segment King Honda Civic 的地位可能就不保了 那么大家你们觉得这款车怎么样 我是很期待啊 让你们留言告诉我 第四则新闻 比亚迪海豹Sale即将引进大马 预计售价为260千起 比亚迪可以说是目前马来西亚最火的电动车品牌 在K2路上的能见度我真的觉得不亚于Vios或者City 这类型的畅销车款 比亚迪海豹这款车在中国号称Model 3杀手 最高规格的版本 有着高达700公里的续航还有522hp 这样子的动力数据和续航真的是跑车的水平 也因着流线造型轿跑Coupe的设计 也让它的风阻系数低至于0.219cd 其右驾车型已经在泰国的市场进行测试 海外的市场我们应该会称它为Auto4 根据传闻指出 这款车将会在今年引进大马市场 据悉这款车的售价会从226千起跳 大家有什么看法 我们一起留言讨论 最后一则新闻 2023年Toyota Yaris开售 取消了J版本 全车系标配Toyota Safety Sense 2023年的Toyota Yaris几乎是没有改变什么东西 主要就是加料不加价 取消了J版本 因此现在全车系都标配Toyota Safety Sense 你还是可以用异样的价钱买到它 新车的价格分别为83千300块 还有这个87千600块 这个售价对比之前是没有变动 Toyota Safety Sense 成为了Yaris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其中就包括了前方碰撞预警 车道偏离警示 360度镜头 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还有7个气囊 全身动态稳定系统等等 这辆车的安全备备 在同级车的车款里面算是相当不错 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预算 这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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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